男人越是绝情啊 女人越要狠心 做好这以下三件事情呢 有些男人你就会发现啊 他明明做错了 但是呢 他就是不道歉 反而要和你冷战 为什么呀 他这么做的潜台词 就是啊 你有两个选择 如果你受得了 那么呢 凑合着过 如果你受不了 那你就离开 而且在这个时候啊 他心里都算盘好了 他认定你是不会离开他的 所以呢 当你面对这样的男人的时候 你的哭啊闹啊 没有用的 你得学会用一些策略和方法 才能够搞定他 要具体怎么做呢 第一点 你要控制好情绪 不哭不闹 不迎合 不讨好 你先拦着他 让他拿捏不到你的情绪了 他就会开始发慌了 第二点啊 别去硬碰 别和他死磕到底 这男人的脾气一上来啊 他很有可能会伴随着一些 暴力倾向 这个时候 吃亏的大多数是咱们女人 所以呢 你得先学会保护好自己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深挖你老公的软肋 男人的软肋 无外乎就是 事业 金钱 孩子 面子 针对四个方向 确定好反击策略 你就可以反客为主了 扭转局面